你是不是像我一樣 受夠了親個兵 還要集氣個老半天 或是根本不知道我玩的是誰 沒事 今天我們就來玩普攻塔 普雷塔的大招可以加大攻擊範圍以及距離 並會轉為魔法傷害 但是沒辦法暴擊 沒關係 剛好有個新裝備叫俠阿玉影之弓 但因為普攻是魔傷 所以還是要出先遮領域 因此就有了這套裝 為了展現我的破補成舟 這次技能帶的是狂樂 魔紋帶的是小精靈 奇開得勝 一開始就拿到蘿兒的頭 但是這樣遠遠不夠 先蹭幾個助攻努力賺錢 普攻塔的同時 總算買到第一件裝 運魔斬除了有魔防 還有孤帶攻速和物攻 簡直是絕配 從現在開始就不用管一技蓄力了 反正傷害也很低 開下大招瘋狂吐頭水就對了 搭配強化二技能和隊友 普攻塔和蘿兒 也讓我順利農出面具 各位要好好珍惜啊 這是我們唯一的魔攻裝 接著預購我們的裝務 剛好看到你林被欺負 開個大招 對索文吐頭水很明顯 他不是玩黃蛋流 如果有看影片 他就不會死了 欸 誰在錄影 單調 現在的學生可怕到幾點 沒事 我EQ很高 看到迷路的愛麗絲 一大招開起來 用二技能炸他屁股 接著繼續吐口水 怎麼還有一隻熊貓 沒事 我才不會死呢 你什麼東西 看我犧牲普雷塔 召喚出日影之功 索文 你死定了 竟敢偷襲我 先喝杯百事可樂 顯然可口比較好喝 按下大招和裝備 沒人喝太多 明顯這次摳水很多塔 三兩下帶走他們 但 最重要的 還是推塔 拼上這條命 點掉裝二塔 剛好也買出吸血刀 順帶一提 撒蛋之風是霧魔都能吸 順勢 直接攻進主堡 按下日影 直接點塔 欸 為什麼沒用 蛤 我們將在另一期影片向大家解說 可惜我們哪有在藍區發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把機會讓給我們秀 在危機時刻 莫拉想來搶凱撒 沒事 大家一起來玩聰明厚厚書屋 我因為身高不夠 下好用二招守住凱撒 就這樣 成功贏下這場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